距离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登记截止日 胜不到两周 蓝白河现在谈判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抛出三份民调之后 包括马英九还有韩国瑜等 蓝营的重量级人士都纷纷喊话 支持全民调的做法 而这不但让柯文哲的支持度回升 外界也分析这是郑蓝军 转为支持柯文哲的重要信号 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 灵活操作玩得不亦乐乎 不愧是想当在野贡主的男人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参访传统师头工艺学习新技能 一下就轻松掌握 白弄师头轻轻松松 而他想在蓝白河座中抢当师王 更是野心勃勃 毕竟就在柯文哲抛出三份内参民调 大赢侯友宜赖清德后 前总统马英九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都喊出诸侯应该接受全民调 外界分析这就使郑蓝军 转而支持柯文哲的讯号 马英九韩国瑜的高调呼吁替柯文哲 注入一记强新针 摊开最新四角度民调 赖清德持续以百分之三十五点二支持度 稳居第一 侯友宜拿下百分之二十三点四 占居第二 而柯文哲虽然只有百分之十九 但支持度明显回升 郭台铭则有百分之六点一支持度 看来随着郑蓝军的加入 确实让柯文哲触敌反弹 但同时也全出阴谋论 难道这中间有中国的手伸手介入吗 柯文哲为了蓝白盒 所以引进红色势力来压迫国民党的部分人士 来支持他的全民调方案 但是他却让自己的光谱是往极端的方向来走 反而会丧失更多的年轻人 跟所谓的中间选民的选票 面对蓝绿袈裟 柯文哲要尽可能扩大光谱吸收选票 但在向蓝营靠拢时 会不会失去原本的中间选民 还得看大家买不买单 这也陈思琦 焦过风才能报道